哈喽大家好,我是星星君子兰的小星 有个男友给小星发来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路边的松树下来的那个松针 他问小星这个松针可不可以参到那个君子兰的这个图里边去养君子兰 今天小星这个视频呢 就来细说一下君子兰专用图里边的松针 随着小星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我们路边剪的这个松针能不能参到橡树叶子里边来养君子兰呢 一起来看一下 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小星放到画图里边的这个松针啊 它是九月份的落叶松 相对于路边剪的松针它要更松软一些 而且它比较短一些啊 蓬松度非常的好 松针呢它的皮区质在5.5到5.6之间是这种栓性的啊 是非常适合养君子兰的 再一个呢第二点它相较于橡树叶来说呢 它更不容易腐烂 所以参到水里还起一个透水性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啊 那你们对比看一下这个路边的松针的话 它是这种油松啊 里边是含有油脂的 那这个油脂呢相当它没有腐熟好的话 这个油脂会非常容易上花根 导致花根腐烂 所以尽量大家还是用这种九月份的落叶松 所以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啊 就是路边的那个特别粗的特别长的松针的话是不可以的啊 然后那种的话如果带众君子兰的话是很容易上花根的 喜欢小新的视频 别忘了给小新点关注 持续还是一样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君子兰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观看